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我這個視頻我就是要補充一下 我之前講到那個 左手安全手指擴張的要領 那一個我沒有提到的部分 那另外還有就是我這視頻要回應我的同學 那蘇醫師 他是中醫師 商科的中醫師 那他給了一個建議 那我先回 我這個視頻是要我先大概講一下 那個前面的部分我是要講到說 我是不是說手指的張開可以用手掌的飄移 就是你把某一個手指的位置固定 類似抓住這樣固定 或是固定在鍵盤上 那你把整個手掌位置移動 那手指手就會被拉開來這樣 用這種方式 而不是這邊都不動 這是一種方式 除非這種方式其實要善用這種方式 那這種方式其實你會發現整個手臂是在平移的 整個手臂這根棍子是在平移的 那我上個視頻還有一個 我們要提到的是這個手掌的飄移其實 其實不是只有這種方式 你看我們的手掌是不是可以做往這邊擺 橫向的擺手 那其實手掌位置也變了 從這裡變到這裡有沒有 那如果這個被抓住 它一樣也可以打到這種效果 那這種方式手掌是動的 但是也就是說手掌的飄移的 手掌的移動未必要動手臂 它也可以靠這樣動 那如果這樣動其實就我知道它就是 譬如說齒側腕常軀跡在 就是齒側的軀跡在擺動 可以嗎? 如果從解剖學上來講 相關的肌肉來擺動可以嗎? 那這也會打到 可以嗎? 這個是我前面沒聽到的 那其實這個部分也佔一個蠻重的比例 尤其是在小提琴的演奏上 不過其實使測腕常軀跡在動的時候 其實它也可能也是可以 它也不是單純的就是直接直接動它 其實它也就像游泳 其實游泳你這樣在游的挖式 其實它立的源頭是從身體疊出來的 那同樣這個在動 其實它這邊也是有稍微這樣待一下 讓它這樣 所以你在做這種 你在做你這樣手做這種動作的時候 當然理論上它是這邊的肌肉手做 讓它這樣過來 但食物上人是會整個這樣待一下 只是這邊的位移很小 對不對? 所以它還是一整組的動作 不過最後是這邊不需要平移 也可以擋到讓手掌移動 讓它撐開的效果 那這個部分 這種機制其實也佔了 小提琴安全擴張反而很大的機制 那為什麼? 因為其實小提琴 我說過它的安全 鋼琴是這樣所以你很容易這樣活動 對不對? 那其它是這樣它還算可以容易 像小提琴它是旋轉的角度更大 它是整個這樣做 其實你這個要再動 距離已經很小 所以它本來這樣子的就佔了一個滿重的比例 不過如果你在做這個時候不要讓整個 這個 我說這個軸線 飄整個都翻掉 對 你在做這種 這樣子的動作讓它拉開來的動作 不要讓這個軸線 不要讓這個手型的極坐整個都翹起來了 讓它 對 這個要稍微注意 好 那這也是個機制 那我這個我之前的視頻沒有提到 好 那 接下來的時間我們講一下我同學 我同學的建議 我同學他是商科的中醫師 那他提到說 他是說琴頭可以抬高一點 他是說 假如琴頭抬高一點的話 他可能 我這同學應該 不知道他有沒有拉小提琴 他應該沒有 這不重要 反正就是琴頭太 他的意思是說手比較太低 高一點 高一點你就會發現 的確會像我同學說的 就是他是提到說 齒骨牢骨就比較平 他意思應該說 齒骨牢骨的不會 我們人如果懸前的時候 你試試看很懸前 就pronation的時候 那齒骨牢骨其實它會 的位置跟你懸後是不一樣 旋前旋後位置不一樣 可以嗎 那你這個旋前旋後 當然會跟你 你就是跟你 跟你這個手是不是 上去低一點 會影響到 會越來越的影響到這個角度 那當然這個角度的影響 就是裡面齒骨牢骨反轉的角度 所以我同學說是這個 他說高一點的話 齒骨牢骨的角度就會不一樣 那個角度會 他是我同學是提到比較平 我可能我比較不用這樣措施 但重點就是說這個角度 其實你會發現 就像我同學說的 的確他說沒錯 會讓 你會感覺這裡會自然就打開來 比較多 你不用刻意的去做它就 會比較打開來 那其實這個效果就是 其實就是我剛說的 類似 你齒骨牢骨牢骨牢 就是類似你把它往手掌這樣 你試看嘛 你自己不相信你試試看 你這樣做的時候 從這樣子到這樣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這裡會 好像會被比較斬出去 在這裡的脊椎會被斬出去 然後這裡還留著 你試試看這樣子 跟這樣子的差別 你會感覺這樣子的話 這個位置 這邊的位置是一樣的 但這邊 抬起來的時候 這裡好像會被帶出去的感覺 然後它就會自然而然 是比較鬆開來 好不好 那我同學說的沒錯 所以本來情投不能太低 這個也是邁民無音小提音教學 他講的重點 那我說過那個 李金玉一電視專訪胡良元老師 那個 遇見胡良元一般 那個 他影響力一般那個節目 他也七分鐘裡 胡良元老師也提到 情投不要太低 就會比較輕鬆 左手就比較明瞞 拉情就會比較輕鬆 那的確會有這些效應 好不好 那我這裡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用一個實際的例子來說明 然後我跟我同學講說其實他說的沒錯 但是 但是我的分享的難是非常重要 因為我並不是 講他講 我主要是在講要很大的擴張 就是我剛剛留言給我同學 我意思是說 的確他說的是 他說的這樣高一點的確是會稍微再開一點 會比較輕鬆就可以開一點 但是我說的是比這個開還要再更開 也就是說我的那個分享 我說安全擴張分享 我是指說 在某一個人 他 一個人他的身體條件裡 比較輕鬆可以開 已經展到他的極限子裡 還可以再更開 好不好 那為什麼要這樣 當然是音樂需要 你要這樣 那我舉個例子來說 因為我不是舉例 我同學會不知道我的意思 那我也用這個例子 順便我們也來複習 或者我們來實際應用 像我前面講的那個飄移以後 然後不是只有飄移就OK 因為他還有一些怎麼去排列組合 也用這個例子 這個例子是蠻好的說明 那我要用維尼奧夫斯基那個波蘭舞曲 的 一樣這個曲子 的 第八頁譜 那我會把那個譜 我會把那個譜後製 我現在有那個軟體操作 我會放在這個位置 你要放在這邊 反正我會放在這邊 貼在這邊 然後這段譜 我現在假設 我已經把那個譜放在這邊 那這個譜裡面 他 18頁轉到第9頁之前 他會有 他18頁的譜其實 他是重複主題的嘛 對不對 第八頁譜 這個曲子是有向人軒曲式 所以他那個 這個是A 然後A B A C A D 這個人軒曲式 那這裡他是第四次 第八頁其實他第四次 A這段又反覆出現 所以他前面是 這段譜我不會修出來 我等一下修出來 只會修那個和弦 等一下我們要講的那段 conséquent �� 最後這曲子 這是A段 他這裡 A段沒有到這裡 他 他是 第二段 他知道 他是 它是V-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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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待它是和弦 那我们现在要讲这个 那等待它那个和弦 它一开始是用这样子的手型的 它一开始的手型是用这样子的 Tetracode 第二型Tetracode 也就是这里密合这边开 这里 A 这边是 F 这个第三指是在第三把位 它是 D 跟 A 所以它第三指要按两个音 这是它第一个和弦 那接 哒哒 我忘记它是哒哒 哒哒 这个它有两个和弦 我忘记 忘记我刚没记的 那接下来下一个手型 这个我想不难 那它接下来手型就比较难了 它是 它是把这个 它这个音乐是 一直二度二度的提高 那和弦也有类似这样子 越来二度二度的提高 极静这样 但那个装饰音那边那边是一样的 哒哒 哒哒 后面 一直这样 所以重点是它的手型 它第二个 接下来的刚第一组 第一组大概是这样子 那接下来第二组它是 它是 这个不按这个 F 了 所以它第三边是按这个 这个G这个音可以吗 G 然后应该是G 声D跟B 所以这里是靠在一起的 第三把位 三点五把位 第四把位 可以吗 但是这里就很堪 大概是这样子 那这样子就是我刚刚要跟我同学讲 就是这样子的扩张程度已经不是用 我同学说就是你持骨牢骨稍微翻平一点就可以达到 也可以啦 但是你看看 不是很好 也可以但是会按不太到 因为它很黏黏 所以变成你要还是要 还是要用我说的方法还是要再撑开一点 反正我跟我同学 我只是回应我同学说 他讲的那还没有错 但是我那个为什么还是要讲那些是因为 我再讲的是比那样子自然扩张 还要再大的扩张 那我现在是用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 那我回应我同学的部分我们就结束 那我们接下来用这个例子来说明 我讲的那个 这个飘移 它需要一个下毛子 下毛子的 因为音乐的前后 音乐是前后布局 那怎么去思考 就是一个和弦怎么接一个和弦 怎么去做我说的这种技巧 好 那以这边来讲它是这样子 那最后变成突然这参得很大 然后这样子 那接下来和弦它又把这个 这个 这个它是B 接下来它是B到C B C 半音 它一次就进了半音 可是它这个三音 这个 这个 这个三音 和弦的 假如它是一个和弦 这个和弦的三 就这个 这个音它已经不是D了 它换成是1了 所以它这个手指 也就是说它从这里到下一个 这样子 它这两个手指都进一格 那所以这边 分开来这样子 那在这里是神 这里是中间空两格 可以吗 这样子 那这样子 但这个角度做的是蛮容易 但是小吉尼它要转这样子 其实就会蛮难的 对 那要这样子 因为 好吗 B在这位置 对不对 D在这位置 那这里 A在这里 所以这个蛮开的 对 那 可以吗 然后 D 然后这里 按C 好吗 所以它是D 这样 所以它整个 我们从来 它是先从这样子 D 这样 大概是这样 然后最后 这个要 各进一格 这里 这个 这子也进一格 然后这里 按这样 可以吗 那继续 这两个手指再进一格 他的手 这样 那这里 所以这边很开 那这样的情况就不是均章 就是我同学说的 你把它抬高一点就可以达到 以我的手的size 但手大的人 他可能 用我同学说那样看就够 所以也就是我的分享 其实我是给 用了我同学那样的能量还不够的 好不好 那就要我讲自己 只要用我现在讲的这个 好 那以我这种手特别小又很紧的来讲的话 好 我如果用 刚刚先从这个和弦这样子 那突然如果要这样 其实我会没有办法 这是我从这个F 到G 我会没办法 要不然这边的手型会跑掉 好 如果我是说如果我用 如果我用这边下毛 一直下毛 然后这样子 然后等一下用一直下毛 抓着一纸 这样我会没办法 对 所以我必须要像我之前视频讲的 我用二纸来下毛 一直往前移 可以吗 可是因为 可是如果你不布局的话 一开人的智囊 因为这个和弦也不好按 其实这个本身也不是那么好按 因为这个三纸要按两绝 所以我们大部分人一定会先这个对好 我说过我们的 大部分人都是用顺序看下去的嘛 那我们看和弦应该都是由下往上看 对不对 那你就先A 然后这里这样你才撑这样子 对不对 用它来下毛 然后把它这样撑开来 然后这样子 对不对 好 那这样你的定位点 你的下毛指就会是这一纸 那这样的话要等一下要这样做 你就会觉得很不好弄 我现在好弄我说过 因为现在这个角度是吉他的角度 消极点下旋软角度比较好 就会很不好弄 就算这里勉强过 接下来这里也会很不好弄 对 所以我其实像我这种手很小的人 其实我会 我会在一开始在做第一个和弦的时候 我就会让这个下毛指 稳一让它比较是 就是这下去 然后让这边这样开 可以吗 我在对第一个和弦的时候 我不是这个下去才这样对F 我不是A升F 这样我是先升F 然后把一直往前升去按A 这样子的 这样放过来的 但动作不会 实际上在动你风作图是分解的 你是一气和尘的 一个和弦直接一样 但是我是说那个是这样子 好吗 我是这样子的 也就是这边好像感觉上是这边先定 二指先定 这升F会先定 然后这个才过来 那这样子你现在是以它为准 你等一下要做这就不会难 Compare图如果不这样想的话 我们一般的一定是这样 先挤过来 然后先这样子 然后才把它撑开来 对不对 这样子你等一下要再撑这个 你就会觉得很不好撑 我的意思是这样 可以吗 我拉拉看 如果这个没有松香 都要拉到时间 那第一个是 那第一个应该是 B A 它全力应该A A升A 然后再来是D C 然后C 再来是C C sharp 然后再是C sharp D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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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这样 它那个旋律 大概 主旋律是这样子 其实 其实这个我顺便跟 各位朋友 学生级的 学生的朋友分享 就是 其实像这种东西 你不要被它回弦嚇到 你先把主旋律 因为主旋律 你听人家拉好的音乐 CD 你会 或是YouTuber 你会听得到 那先把它出来 对 它那个应该是 当然呢 我记得它是 拉梯拉 是不是 还是拉梯拉 我忘记它 它是降B 还是B 拉梯拉 我先用降B 拉梯拉 它是 它是用 它应该拉梯拉梯 它是用T 然后 这边的翻译 拉梯拉梯 拉梯拉梯 对不对 它是 是这样 还是 我用降B好了 听起来像是降B 然后再 再 再这 听起来像这样 再拉梯 蹦蹦 是不是这样 可以吗 可以吗 我们分解 拉梯拉 再四弦的 拉梯拉 然后再 拉梯拉 拉梯 反音 梯梯 梯梯 然后这时候你可弦 你手要过来 按刚刚这个 好 然后再反复 拉梯拉 梯梯梯 然后这里就 我刚说的 这样子 对不对 好 那再一次 拉梯拉 梯梯 一样这样 这样 拉梯 拉梯 然后最后再反弃 拉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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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最难的 这 好抱歉 这 抱歉 应该是这样 所以音不太準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把它练起来 但速度要很快 拉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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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到我们说的 拉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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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这已经到第九页 这我顺便讲一下 拉梯 拉梯 其他的都是伴奏音 好不好 那如果你去清 它是 它是 一样它是 拉 拉 拉梯 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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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梯 我这个我先不讲 这样太复杂 那个第九页我们不讲 我们第八页就是我刚刚说的这样 这样的话所以你必须要练到你速度很快 拉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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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意思就是说 那怎么样可以快 所以你在这个 从这里 拉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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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类似这边的某一个手指下毛把这个这样引过来 可以吗 那这个 这种 这种动作实际上在做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真的把这个 其实没有真的 我说过 其实没有 没有真的把你的手臂真的平移 手掌有飘移 对 来完成 但这手掌飘移其实比较大部分 其实是用 侧摆手来完成的 我说问 这边是老侧腕唐曲级 这样子 这样来完成 可以吗 所以它是 拉梯拉 它是 拉梯拉 然后这边这个手指要跑到 现在在四旋 要跑到二旋 而且要往前一点 这样来完成 好像这里定毛 这样来完成 然后这样 这样子你的手型才不会跑掉 拉梯拉 叮反应叮 然后到二旋 然后这个又再回来 登 登 登 是不是 这是A 升F 然后这是D D跟 D跟 D跟什么 D跟A 登 所以我刚吃错了 我刚应该是 应该是 应该是 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 应该放四支 不是 不是这个 升过来 因为这升过来 诶 还是 我忘记了 要看那个 总而言之 要看那个A弦的音 还是保持在D 还是升D 对着鼓 你就会知道我在说什么 好不好 不过 这个不重要 其实 所以你这个手型 你在这 拉梯拉 然后这个Fi 你只要这样 这要往前引 那你看 然后这样你才可以 顺利又来得及过来 就 做这个 你才可以勾快 你才可以这样 越练越快 如果你手劲 跑一跑一跑一跑 你就会来不及 好不好 那所以说 这个 只要什么 这个范音的 角如是降 我 道歉我现在 因为我没有技术 是叫你是降B 假设它是降B 你这个要 这个手指要往前面 而不是用它定位 整个都过来的 才这样过来 不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能力很重要 其实我觉得 这种安全乐器 你这种能力 你可以这样的能力 要很重要 我以前古典吉他 我自从这个活动力练脚以后 我的吉他就突然进步好多 然后再去弹巴哈的曲子 就比较弹得起来 对 所以这个能力要很重要 就是 就是基础不动 也就是说这些手指头 那这个一直可以往前引 这种东西 那这的确是会跟我同学说的 倾口才高一点 会比较好做 对 的确是会 因为它会像我同学说 持骨牢骨的角度 会影响到 不过这样子的情况 只能handle这个 但我同学说的那个情况 以我的手的size的话 没有办法去handle 刚刚这么大的扩张 所以就没办法 所以这个还是要用我手 整个这样带过来 就可以完成 以我手的size 就是这个手指按第三把 我只要按D大韩位 以我的手的size 已经没有办法 只是用持骨刀骨翻转的角度 当它越打开就可以完成 这个对我来讲已经太远了 但手大的人他可能觉得可以 但我是不可以 所以我必须要用我说的 还要把它整个刻意的飘移过去 我才可以 才可以 才可以完成这个第三个和弦 就是A到G这个 A G这两个 一指二指 我才可以这样 那一样的就是 所以一样的 因为它是这样子 所以你的定位点 一定要在这里 你的下毛指 一定是这个 index的手指在下 而不是它 如果是它 你这样过来 你等一下这个要再弄 会觉得很难 对 好 这样子 这样 就这样 我刚说的 就这样回去 这样的gif 这样往前 这样往前 整个 看似要这样 因为这样往前 还是整个飘移过去往前 都有啦 就是它是一个结合体 也就是说 以我的这种手size 我在按第一个和弦的时候 其实我就要 其实事实上我就要准备好 等一下要这个 所以其实我 应该 我觉得应该是倒过来练 其实应该是先练第三个和弦 然后再退去练第一个和弦的感觉 可以吗 先这个 就是二指放在第三把位 然后让一指引到第一把位 先这样 可以吗 应该要这样一点 然后最后再退回去这样 要退回去 第一第二个和弦 好不好 所以这时候第一第二和弦的那个感觉 其实是这 其实这边的位置 是用这样子引过来的这样感觉区 然后这里放 这里还是这个感觉 然后让这个位置放松过来一点这样 那这里还是这个感觉 那这样再做这就会做得出 知道我在说什么 因为我这里讲的不是很清楚 那当然我这个是给手真的很小的人 那当然我的手是特别小 以160公分的男生来说 那我这个身高的人都比我大 所以他们比较没这个问题 不过 曲子也一三有比一三高 曲子可能有更难 你像帕格尼奕二十四到七 要扩张到很大 所以你还是 我说你手大一点的 你还是会有一些曲目 你能难也是会跟我一样 觉得你目前还不够 还要继续扩张得更大 还是会 不过这里其实已经满圆了 这在小旅行期刚刚满圆 反正就这样 总言之就是说 就是我在按第一个 这里的时候 其实我的感觉就是用它来定位 让这个定在三把位 这样子的感觉就压力 可以吗 就刻意的把这边伸过去 总言之这个基座是留在第三把位 讲白就是这个基座是留在三指按 二指按第三把位 也就是第二把位 我这基座留在第二把位 然后这样让这两根手指都伸出去 去按这样 那基座留在这样 那等一下这个才会 等一下下一个和弦 第三个和弦这样过来才不会 有没有 才会稳 那这个要下去才可以 才可以继续让这个基地伸 如果一开始 那你的基座已经跑到第一把位 那你这样伸过来 其实你已经站了 那等一下再站会不够了 也就是说 那最后的小拇指是不是要到这个 低这个位置 那你如果你一开始就是这样的话 你这样展这样 这个展的距离太多了 做不到 因为人 我说过这个范围有一个范围 对 所以你最好是 一开始的第一个和弦你的感觉 前两个和弦你的感觉就是用第三个和弦的 那个基准位当基准位 然后往前引 那这样你这边才 等一下这个要继续这里才可以够 如果一开始你就用第一个和弦基准位这样 那你这样你讲到这里你会觉得伸不过来 知道我的意思吗 也就是说这里总共有八个和弦 讲白就是你要用第二组和弦 或是第二组以下的和弦的那个位置 去做第一组和弦 去按第一组和弦 也就是说第一组和弦 其实它是一二指都往前伸了 这样来往前 可以吗 好像它定位然后还把它这样往前伸 那你的这个基准位 其实有时候你的手的 大拇指的位置 那加拉米安佐教大拇指 或是这个手臂的基准位 其实是比较在第二把位 然后再往前伸 变得好像在按第一把位 但是你的手的位置是按第二把位 可以吗 那其实这个常常念你就会变成习惯 一放过来就这样 那等一下再做这个过来 你就不会觉得这个过来很难 那这时候你这边因为没有 没有还没有撑得很多 所以你还有很能力还可以继续撑 往这个方向继续做这样的移动 对吗 也就是说这八个和弦 基本上简单说 就是你这八个和弦 你的手的位置要在第二把位的位置 也就是你 你的二指要在第三格的位置 对 就算第一个和弦 你二指是在第二个伸的位置 但是你的那个手感其实是在第三个 就这样子 那你后面那个就 这边伸那个高音一直伸到最后伸到D 那你就不会伸不过去了 然后你还可以维持前面还一直按着A 好吗 这边按着A 这边按到D 然后中间还可以都按得到 你就好吗 你就不会觉得很难了 那这招你会其实你去弹巴哈 那些曲子啊 比如说像那个什么 那个D 后面那个很多那个很难按的 有没有 他那个 我说过那个什么双圈圈光吗 那个 那个 你就不会觉得很难了 对 都可以用同样的观念去 很懂 好 让我把那个谱贴起来 巴哈那个 这边应该有谱 这一首 这里有谱 巴哈的这个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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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段这里 你看它就一样了 A F 然后就是它就是撑得很开 就是一直要A 然后后面撑得很开 就可以用类似的观念去解决 那讲到怎样 那我们继续讲 那这样你练练练练练练续 你的筋就越来越开越来越开 等到你筋越来越开 你就可以 你的手 虽然你手的大小是不能真大 手还是这么大 但是你的延展性 你的放松就可以延展的幅度 能力会越来越好 那等到你放松的延展能力 你都可以议取 就像手大 你就可以不用去想 我刚刚说的那个 开始定位点 第一个和弦你就要放在第二个和弦的那个下锚点 就可以不用去考虑 像我刚刚这样的练一练 其实手也会比较开的嘛 比较软 其实就可以比较不像它 对 因为你手软的你一放 其实你一放你就会在这个 就会这样子的 然后接下来这 你就不会就不会觉得这么 对 你手你的筋膜变软了 就会就比较没有这些问题 所以我说过我这次分享这个 其实是一个手比较小或筋膜比较紧的人 然后觉得已经有困难 就像我同学说的 你该做的都做的 你手的角度轻口抬发你都做的 你那样自然而然可以伸到的时候 你都还不够去看这些状况的和弦的阴沉的时候 那你就要用我讲这个 那我讲这个其实你慢慢念慢慢 其实会让你筋慢慢的也会松开 筋膜会越练越柔软 Flexibility 越来越好 有时候你就会等你的条件 机能条件越来好的时候 其实你就越比较越不需要去想这些东西 自然而然 其实它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你筋膜很紧的时候你就会回来 因为人的状况其实每天会up down down 有时候冬天比较紧或是睡醒比较紧的 所以那时候你就要回来再做出的这些观念 那练练练练练你筋松开你就慢慢你就会忘记 不需要自然而然就不会去想它 那等你又不行的时候 就要记得回来再想这些观念 就这样 那当然像我手这么小的人 像这种曲子 你说我要练到像眼周家那么快那么稳 其实这辈子大概不太可能 所以我们只是爱乐 虽然你也不用勉强 那我是说 但是体会 但是我没有 我虽然不勉强是说 你不用勉强变到像眼周家那么稳那么好 但是我觉得体验还是要去体验 就慢慢的把它拉出来 像我刚刚在曼娜台的 因为这样慢慢拉出来 你再去欣赏人家眼周 你会比较听得清楚人家眼周家到底在拉什么 他是怎么做的 好不好 那就这样子 那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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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